相信不少粉丝都知道,金氏正与车衣忧是殖民圈内好友金氏正近几年正评鉴,去摸面馆社内相亲等人际爆红,而车衣忧则是公认的脸蛋天才,去年才主演了漫改剧《雨神降临》,近日两人再度合体担任主持人,这对至亲组合同框画面太美好,不少粉丝都想瞧碗,看他们以后合作新剧。 其实关于金氏正与车衣忧的话题在月初就发酵了,日前金氏正正在节目上将人际关系分为五个阶段,金氏正处于节目中坦然说出自己在心中排行的人际关系,还将这样的分级制度规划为金字塔形的表,第一阶段是真实亲戚好友,第二阶段是适当的亲近,第三阶段是单纯认识的关系,第四阶段是只知道名字的关系,第五阶段是不认识的人,金氏正与节目上说出自己将会将朋友分级。 而个性大大咧咧的金氏正也直接举例,就连近期一起拍摄戏剧的今日的网慢崔丹尼尔男人兽也只位居第三阶段,至于第二阶段则是昔日成员IOI和姑姑蛋,他心中真正亲近的好友则是陈尹优和炭死志向,此话一出令众人感到震惊,没想到他会这么诚实的公开说出人际关系,加上拍摄戏剧的伙伴,昔日一起共换的成员还不及陈尹优与志向,不免让人觉得这种私密的事说出来, 仍然很伤人,遗憾的是,全网都在撮合的十足尿CP,安之谢并没有出现在这份名单中,两人似乎在圣内相亲结束的那一刻起就彻底死毁了,先是安消息被报五大证据,与富二代平和志贤已祥恋五年揽回应,吉氏正更是简短发,相约志向浪漫旅行。 而前几日,韩国经济道地区八日因暴雨清洗而造成水灾灾情,希望桥全国灾害救助协会对外表示,25、21主演群一同捐献救灾,五位演员委托了5000万海员的水灾捐款,将OST应援收入全部捐出,将近最大努力让五位演员温暖的心完全传递到突然失去基本生活的民众们, 并表示该项款项会用于水灾灾民的急难救助以及灾后重建,但作为同期热播剧社内相亲,男女主角各自奉献自己的爱。 歌手兼演员金氏正希望能因为暴雨失去家园的居民们提供一些帮助,捐出2000万海员帮助灾民及受灾户,因为曾经临过雨,所以更愿意为他人称霸散。 这已经不是金氏正第一次神出援手,今年3月初曾捐款以1000万海员帮助上庆北道分离大火的受灾户, 托伊迪又捐款1000万海员帮助因战争失去家园的乌克兰难民,他在2020年也曾为了协助防止疫情扩散而捐款1000万海员, 并于去年10月捐款2000万海员给爱德国时帮助弱势,而安肖县也将韩国希望之小救灾协会捐款5000万海员帮助受灾户重建, 不过可能因为了解金氏正的观众也清楚,因为与吴氏轩的绯闻事件让金氏正更加小心处理于男明星的关系, 当时因为拍摄综艺两人被捆暴CP,金氏正更是被恶意重伤,甚至影响了斥正母亲的生活, 当时氏正的硬死点赞了一个金氏正与吴氏轩相的CP, 一直在金氏正的妈妈是只要看到女儿相关的物料都会点赞,妈妈可能并不知道视频中英文是什么, 看到有自己女儿所以就点赞了,随后金氏正的妈妈硬死就被个别不明属性的人攻击, 让金氏正离吴氏轩远一点,斥正妈妈回应不要担心我女儿也不要问这些, 不堪其扰的金氏正向大众澄清,声明自己与吴氏轩没有关系, 金氏正粉丝们请不要担心绝对没有这回事,私底下和视讯哥也没有什么联系, 只是在犯人就是你中很有默契而已,真的考虑了很长一段时间要不要说清楚这个事情, 因为很多公亲我甚至我母亲的评论和私信,请各位放心也不要再说一些不好的言论了, 从内之后,农历保持和男性安全距离的她为什么从不避讳和陈以优的关系呢? 虽然金氏正的朋友等级划分,后来这番言论在网上引发争议, 却也再次印证了金氏正与陈以优的好矫情,且没有影响两人日后再合作, 金氏正与陈以优合体担任主持人合体画面,闲情热议, 近日金氏正与陈以优一起在首尔庆典Soul First 2022开幕演出 Keypop Superleaf上担任主持,节目于8月20号在KBS播出, 现场照片中陈以优身穿黑色西装,竟显神采高挑, 而金氏正则以脸身礼服亮相非常有气质, 不仅是直播画面,金氏正会后抛出与陈以优的合照也相当受欢迎, 高达264万爱心,韩国媒体与网友纷纷替他们两个关上名称号, 最强颜值MC,漂亮MCCP,或形容两人是童话般的主角, 不少粉丝看到这对至亲组合同框之后, 都大赞两人看起来很有默契, 千万以后还想看他们合作新剧, 金氏正的代表作是驱魔面馆,社内相亲, 策尔以优则是我的ID是江南美人,女神降临, 赶好都是漫改剧,强烈推荐两位漫改户再多合作, 继续合作漫改剧, 其实金氏正与陈以优是好朋友, 金氏正PO文字也写到久违了, 可见这对好朋友相当没有剧了, 见此,网友们也马上想到前阵子金氏正透露的好友分级, 讨论第一阶段至亲和第一阶段至亲一起合照啊, 其实金氏正和陈以优很早之前就合作, 当时合作的影片故事开始, 陈以优和金氏正各自跟朋友来水上乐园, 金氏正在跟朋友们玩乐时, 吸引了陈以优的注意, 两人目光交织在一起, 瞬间擦出爱的火花, 陈以优就一直不敢上前打招, 只能偷偷的盯着金氏正看, 在排队玩游乐设施时, 两人再次相遇, 这次朋友推了陈以优一把, 两人第一次发生直体接触, 娇羞模样让人很难不可, 在拉花冲过来时, 陈以优第一时间互相了美穿旧生衣的金氏正, 紧急着, 两人就开始了甜蜜模式, 摸头沙为case, 两人每次相视而笑, 都让网友们的少女心按捺不住, 金氏正和陈以优经过了大大小小的合作, 从未成名开始了很好的朋友, 在金氏正的印子账号上, 有一篇无暗的文章, 里面有两张合照, 金氏正和陈以优一同摆着pose看着镜头, 而作为好朋友, 陈以优更是在致敬全球医护人员的节目中, 手动at金氏正, 在陈以优拍摄女神降临时, 金氏正还亲自为陈以优送上餐车, 并且在餐车条幅上亲切的为她加油, 光是看到陈以优小明智点, 应该就能想象到两人关系多熟了, 金氏正作为从贫民窟打拼游乐圈的少女, 经历了太多的委屈与不甘, 而这个时候的陈以优更像一束光, 抚慰了这个只会笑的女孩, 金氏正从在节目人生菜单我要开动了中透露, 炸酱面和糖醋肉包含了她珍贵的回忆, 小时候家庭条件窘迫, 用的是国家的补助金, 当时的她每天只能吃炸酱面, 有时候搞活动还勉强能吃个糖醋肉, 面对这些辛酸的往事, 金氏正没有表现得很悲伤, 只是面带微笑, 不仅如此, 金氏正还透露了自己遭遇的演艺圈胜利眼, 作为出道多年的前辈, 她却不被年轻艺人尊重, 原因就是因为金氏正没有人气, 在一次爱外团队宣传活动中, 金氏正热情地打招呼, 却遭到后背的冷眼, 虽然自有家情贫寒, 但金氏正每天都乐观地笑着, 直闯乐观的性格, 不仅在节目中被称为大熟视症, 而且还给人亲切又温暖的感觉, 在高中时期, 金氏正曾经坦厌贫困不丢人, 他也时常感恩在我独自的生活中, 金氏正不顾疫情的危险去银行理财, 谁都没有想到他竟然有9个账户, 金氏正对于理财有自己独到的想法, 而且这些大部分钱是留给母亲的零花钱, 而她是新生代最有用有魔的大女主, 才不是什么傻白甜, 如果陈姨又是金氏正的一道光, 那么认真理财却感慨付出的是正, 相信她是我还有屏幕前的你们的明灯, 虽然近日网伴关注有所下花, 但是一定要走滑路啊, 是正!